为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 由南加州空军大鹏联谊会轮职担任南加州荣光会主席团 经三军共同决议 将于今年九三军人节 于814空军节于8月20日上午10点30分 在Acadia Community Center合并举行 南加州空军大鹏联谊会并于8月20日上午11点 在洛桥中心举行记者说明会 我们来看一下当天的新闻报道 是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的 由三军礼监事会能留担任主席 今年是我们空军团队担任主席团主席 今年我们配了中华民国建国百年 我们有很多重要的活动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向大家报告 就是我们借助这百年的中正活动 让中华民国的能见度能够提高 而且也让我们支持中华民国的侨民 表示大家的一个愚情跟名义 今年我们这个九三军人节跟814是在8月20号 上午11点钟在那边community center举行这个庆祝大会 这个当中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庆祝九三军人的那个九三的军人节 另外是814年会空军每年要办一个年会 所以今年我们的一个主题是配合中华民国建国百年 我们一个一个节目的主题就是百年回顾 我五为阳 历经图治允许辉煌 把我们中华民国在这个过去一百年当中 我们的国家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们一些三军的将士为了国家牺牲 摆上的一个事迹跟大家呈现出来